郭泰銘昨天遞連署書 103萬份 一定會有些被剔除了 但是多少不知道 因為現在中安選委會也不敢講 因為不只有17個人 什麼被這樣被那樣 那17個裡面到底有多少 連署書是有問題的 或是說有沒有重複的 有些重複的 也沒有辦法 但是他也講你沒有證據 之前都要說它是真的 所以郭泰銘就說 象徵民意渴望改變 你看我有103萬份 原來不是要突破100萬份嗎 然後宋楚瑜當時有106萬份 結果到最後中全會審查是94萬份 剃掉12萬份 那徐姓郎那次是34萬8 然後剃掉以後變成28萬 然後宋楚瑜林瑞雄那一年 46萬剃得比較少 剃完還有44萬 算是還蠻多的 宋楚瑜林瑞雄跟郭泰銘有65萬 剃掉剩下63萬 所以也是正確數蠻高的 這個也蠻高 陳旅安 王清峰39萬8 剃掉還有38萬6 沒有問題 都還不錯 都蠻接近的 只有這次剃得比較多 剃得比較多 那說在上今天的時候已經破120萬份了 他說實際超過120萬 但他們自己有先去剃掉一些不合格的 淘汰了20% 所以最後送了103萬6778萬份 郭泰銘破百萬 但是有18案說這個那個那個那個 那會不會怎樣 現在也不知道了 現在講 反正法院也不會那麼快判 另外昨天網路有傳說傅子剛被罰 清台幣7953億 然後土地很大批被大陸回收 紅海昨天發重訊 昨天網路上是說1800人民幣被罰 然後2萬個足球場的土地會被回收 紅海就說這個誤聽信謠言 誤以惡傳惡 然後中國大陸網友 應該向官方舉報不實的訊息 紅海要保留追溯的權利 就是否認沒有這個事情 趕快要發表重訊 另外柯文哲昨天到郭泰銘家吃午餐 這時候我是不相信 說談日幣貶值 談日幣貶值幹嘛跑到郭泰銘下去 所以柯文哲有的時候又講說 我們要公開 有的時候很多事情 那你郭泰銘很多次也沒公開 在那邊私會 只是被人家知道 談日幣的匯率 不是他說如何因應 貶值 貶值之後影響到台灣的出口什麼的 這個不饒他費心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相關的討論 相信的人自會 那個智商是有問題的 有談到這個好不好 那個費偉 你怎麼看 他們這個郭泰銘家吃午餐 到底柯文哲在想什麼 他講 剛才講說談日幣貶值 很好笑 真的 日幣貶值對台灣 貶得越多對台灣越好 因為我們跟日本是買東西 入朝 我們對日本每年的逆差 三四百億美金 那麼多 我們對大陸 我們對大陸很多的順差 都來彌補那個 因為我們買日本 都是買他的化學原料 工具機等等 所以談這個東西我不太相信 至於郭台銘先生到底要怎麼走 我也跟大家報告 當然是兩個 一個是參選 他參選就變成 如果說最後談 四堂 國際黨民眾談不好 就是四個人選 四個人選 你們哪一個人認為說 這個賴清德他不會當選 大家都認為他不會當選 這個是人民想要看的嗎 我想不是 人民最後一定會做出最好的決定 第二個如果他不參選 那不參選到底是 他要促成藍牌核呢 還是他壓了哪一個地方 這個走向會影響比較大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人民要 我是覺得此刻人民 多表達一點人民的看法 讓這些要爭取大位的人 好好去想一想 大位不予自取 老師你覺得郭台銘動向會怎樣 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是哪裡去預料 我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說這個連署的匯選案 匯洛案真的是多了一點 而且案情有人壓了 所以真的是怕套供或什麼 我參加過婚禮 一定見過那種香檳塔 你見過沒有 有 香檳塔一層一層一層 所以我怕骰新牛拿來倒下去 從最上面 到下層 現在抓到了什麼 當然是最下層 為什麼是最下層 300塊 300塊是最下層 但是300塊不是無中出來的 我們香檳塔 300塊都是從上面留下來的 所有這個都上去的話 最上面恐怕是1000 2000 所以重點在12000 從什麼地方來的 來 金 不 我現在其實還滿好奇的 先要問一下志涵 就是說因為許甫已經講了 柯 就是郭柯配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柯郭配呢 昨天說不排除 所以他現在還是不排除 昨天在我們節目 他說民眾黨沒有排除柯郭配 但是排除郭柯配 那現在還是不排除嗎 我們想現在郭台銘董事長他還在連署 我們覺得現在現階段看起來 這個可能性應該是比較低 還在連署 對 因為他的連署書也送過去了 所以說以現在的情勢來說 你覺得他可能會參選到底 我想到底郭董要不要參選 主要還是要看他最後的考量 目前並沒有朝這個方向來談 柯文哲一直找他 昨天也坐在一起 然後尤其馬上去葫蘆宮以後 馬上去家裡吃飯到底什麼意思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整合在野的力量 我是這樣子看郭董 就是說我覺得他今天連署到 因為他說他們扣掉了重複的 有103萬 成績真的是還不錯 但是因為實在是爆發了 太多的這些的案件 這些案件背後就是他必然有玄機 就是你這麼大的分數有100多萬 他一定是有國民黨的 地方派系的這個系統 在去幫他動員 然後我想因為在座的選舉的 都有選舉經驗的人 但是你們都是清流 都不是用這種方式去 弄組織動員的 連署的這個情況跟投票的 這個情況的組織動員是一樣的 不只是國民黨 這個民進黨他後來執政了之後 他們的在派這個組織運作 其實跟國民黨是一樣的 也就在於說 今天背後一定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藏鏡人 他現在比較高明 沒有被檢方抓去收押 然後他們也通常都不會 真實的金手錢 然後所以這樣子下去了之後 他現在郭董被抓到的 就是連署 幫郭台銘連署的 裡面中間有一些大頭 有一些大頭 還有什麼溫泉大亨等等 他們這些人願不願意當斷點 就是說真的就是我 跟郭伴完全沒有關係 跟郭台銘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願不願意當斷點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這個言多必失 但是我還是要多說一些話 這個都不要用國民黨的焦慮 來看郭董的行動 你好像擔心他選怎麼樣 我沒有擔心 我跟你講 我又不是國民黨 講話我負責 這個我的判斷是這樣子 郭台銘是不會選的 他也沒有笨到說 他獨立參選會當選 去做這個夢 他不會啦 哪有那麼傻的 我們家沒有在插大事 太太就覺得郭台銘是在 是在 台灣人又叫喇叡賽 就是在那邊攪貨什麼 第二個 他連署這個勢必會走下去 因為國民黨沒有人願意跟他妥協 你知道嗎 放話的都是在傷他的 什麼不溫區 什麼有的沒有的 包括之前韓國瑜不是也被放話說 要什麼主席不主席的 所以民進黨現在 已經不再考慮郭獨立參選 所以郭不會獨立參選的情況下 現在最在乎的就是藍的情緒 所以什麼會選什麼有的沒有的這一些 不重要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不會選 我補充半分鐘 為什麼柯P去找郭董 你要曉得剩下兩個多禮拜裡頭 柯P最在乎的就是要忙 選得他很忙 有地方可去 有話可講 有平台可以展現 讓你看出本人是很厲害 本人沒用 黨沒用 塞 大家都要頂我 不是我有求於你們 是你們有求於我 這個去拜訪郭董是其中的一項